全球鼠目的CS正式展開 今年有超過4000家廠商參展 有全球超過13萬人來到這裡 聚焦的主題除了AI之外 還有電動車 用PS5的搖桿控制車輛登台 Sony與Honda合資的電動車新品牌Aphila 今年CS展又給出新噱頭 招來跑車慢旅的團隊協力開發 展現對電動車未來大膽想像 全新的Aphila雖然車型相同 但在外觀跟內裝上都有一些差異 而且未來將會導入AI的功能 原型車最快在2025年開始量產 車頭貫穿式LED日行燈 下方有塊MediaBar的螢幕 可以客製化各種資訊 內裝透過大型的液晶螢幕來鋪陳 更宣布與微軟合作 以OpenAI為基礎 共同開發車用生成式AI對話系統 未來將倒入在新車當中 為了實現夢想 Sony同時亮相多款自研晶片 以及LIDAR系統 而本田也推出兩款 包括轎車跟翔行休旅車 內部開發的新EV 都以概念車的型態在CS收度亮相 來到歐洲車廠則將現在 和未來車內數位體驗結合 新車的應用這次導入了 所謂的擴增實境 像我這樣只要戴上AR的眼鏡之後 它可以結合道路上的情況 整合了地圖跟導航的功能 像以往我們要開車的時候 必須看地圖看導航 現在只要戴上眼鏡 它就能直接前進 獨家上路實測可穿戴的AR眼鏡 成功整合各種資訊 從危險警告 停車輔助視覺化等等 透過AR技術與實際的環境融合 車載系統吸收亞馬遜導入AI 可支援快速回答 在CS更秀出Level4自駕系統 沒有駕駛能夠自動上路 更與法國公司共同研發 遠端停車功能 車輛會尋找空的車位停車 而這首兵式則展出電動版G-Class 同時還有最新的MB-US科技 以往CS是消費性電子 像是手機 家電等等的主戰場 但隨著電動車日益的成長 也成為各大車廠的兵家必爭之地 未來渴望看到更多車廠 投入美國的CS展 以上是三立新聞 徐國恩 方玉祥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採訪報導